终于定档的花木兰 相信上周有进戏院看天然的朋友 一定都有看到各家戏院与告片不断的放映 究竟这部迪士尼耗资剧款的真人版电影 是否能够满足大家的期望值 还是可能会产赔收藏呢 近期预告片带来全新的剧情 看是女主被莫名的力量带回过去 回到黑人被奴役的那个时代 究竟为什么是她被选中 而她又得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一切都只能等到我们进了戏院 才能够真正的了解 阿泰是一个动作蛮吞吞 手表时间与地震的感应都比别人慢的奇葩 她每天都会去邮局找贵员杨小琪记忆封 不知道给谁的信 而杨小琪和阿泰完全相反 是个凡事抢拍的超级即兴子 情人节前夕 杨小琪被刘老师搭讪 想不到一觉醒来 刘老师就再也没有音讯 每天来记信的阿泰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毫无记忆的杨小琪 开始了一趟寻找真相的奇幻旅程 你有没有一直想要成为的人呢 是她的英俊脸庞 还是她的迷人脸蛋呢 想要拥有全新的人生吗 今天这款神奇怎容易 能够实现你的愿望 只是当你完成了梦想时 你也得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你准备好了吗 故事聚焦在巴黎年代刚解研的台湾 一队游走在友谊 爱慕之间的高中同窗 两个人因为长时间的聚在一起 关系上面也有了不一样的发展 也因为他们在青春的骚动 与兴起某的渴望下 不断的冒险 直到某天一位学妹的出现 而让这段暧昧关系产生变化 究竟这段关系是爱 还是一场空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